字幕提供 國際服 玩得像孤兒 但沒關係 你有浩浩兒 大家好 我是浩浩兒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這個 取代獵手的腰帶 那我們的套路是COC 一樣是COC而已 我們是能量護盾COC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前綴是能量護盾比較多的腰帶 後綴我們是自己黏的 這種腰帶其實也 不差 其實不差 應該說他也蠻貴的吧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價錢 那我現在在找他的價錢 算了 價錢我事後補上吧 好吧 我們先這樣吧 那我們先來看說 這個腰帶需要什麼詞綴 好不好 那我們 有到這個 QE念夾上面看一下 他們的腰帶大概都是長這樣 都長這樣 這個職業就比較不會帶這個腰帶 他們帶這個 靈盒腰帶 就帶獵手 那我們這種刺客呢 比較強的是帶這種 這種腰帶 他這個是黏救贖者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黏救贖者 因為他的套路跟我們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要黏的是這個 聖戰士 就巴倫的這個 巴倫底的跟Shepard底 那怎麼黏 你有看到他後面的詞綴有沒有 increase spell damage 就是在 during any flask effect 這個就是在藥水期間內 那他可以增加法術傷害 這個就很強 他最滿可以到35% 那他的另外一條黏的是什麼 黏的是這個 increase crawl down recovery rate 那他這個是15%的 他只黏到15% 其實就是可能他很窮吧 我猜啦 但是他很窮 他的dps卻有196萬 你不覺得很扯嗎 就是因為-CD這條太強了 那我們今天找到的這條 -CD是-多少 在右邊這裡 -CD是-17% 就是他最滿可以到20% 最下面這一條 increase crawl down這條 20%的 對 那左邊這條就是 increase spell damage 就是剛剛有唸過 幹這個英文好 好饒舌 好沒關係就這樣 那我們這兩條都找到了 那為什麼是要找這兩條 因為如果你打開詞綴網的話 可以先等一下 詞綴 那我們是找這個飾品 腰帶嘛對不對 找到了之後呢 欸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縮小一下 你要找的是這個 藥水期間內 會增加法傷的嗎 欸這裡有個 任何藥水期間內 那你會增加法度傷害 這個 這個是 shepard 但是我找的是這個 聖戰士 聖戰士 那你會說 欸為什麼你要找聖戰士 那我這邊解釋一下 因為這邊的權重關係 如果 這邊權重關係 如果是 我們先從這個少的 開始看好了 這個500的 基本上你很難拿到 而且 你要這條20%的話 你還250 你只有250的權重 所以非常少 那 聖戰士 從聖戰士這邊 找冷卻回復 機率就不大 就是你要花比較多機去曬 對 那如果是這個 shepard 因為shepard他同時也有 冷卻回復速度 而且他也是20% 那他的權重就稍微高一點 是800 我這樣比較下來 我覺得說 欸 上面這個shepard 所以他的冷卻回復速度 比較好找 所以我就選擇 這個shepard去找冷卻回復速度 那也確實 我點了幾顆就點到了 其實蠻好點的 對 那我建議你們也是跟我一樣 是 用shepard去找這個冷卻回復 那如果是這個 聖戰士的話 那你就去找這個法商吧 因為他在這邊的後綴權重也比較高 有沒有 500 1500 500 基本上1 2分之1啊 那 但是這三個還是有差 就是 他的 呃 強度還是有差 好不好 那你要去找後面這個 我一定是找這個的 因為我想要變到最強 我很 我很貪心 那我們找到了之後呢 那 上次做手套的時候也有介紹過 就是 你在黏的時候 你必須就是 這邊一醉 這邊一醉 不要有其他的吃醉 那我們確實也都 找完了 那我們就會直接開黏 對 那開黏之後 有什麼情況 我這邊直接做了一個sail給大家 因為你開黏之後 你是兩條後綴對不對 就是 減CD的 跟藥水法商的 你是兩條後綴 那 兩條後綴 你黏完之後 你黏完之後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列了所有的 可能給大家 只有兩後的 我沒有列給大家 因為只有兩後的 太好做了 就是你直接找 你直接艾斯林 或是你索後直接 直接上防禦 然後再艾斯林 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 因為我想要 教大家做到 比較好的地方 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 我的解 你如果是一千兩後 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你去找艾斯林 你打到有後綴為止 就是 他的引力之追是後綴 那如果你是 什麼一前一後的話 你還是得重打 因為你要 你要後綴 所以就是 欸 一前一後的話 不用喔 一前一後的話 你不用重打喔 你就快點把它辨識出來 對 辨識出來就好 那你在守候 把前面那個 骰掉 也可以 把前面的 骰個防禦阿 或是 就普通 就艾斯林 就留著 也沒關係 這樣很強 那我跟你們講一下 艾斯林要找 什麼詞綴 好不好 來 艾斯林要找什麼詞綴 我自己是找了 我自己是找 因為我怕英文版 你們會看不太 看不太習慣 我這邊有 這個腰帶 我有去貼 我應該會貼個中文化給你們看 那我這邊 用 艾斯林 然後找到的後綴是 加35例跟35名 這條對我們這個套路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你有這條的話你就選吧 那如果你沒有這條的話 你有敏捷的話你也選 就是敏捷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剛好這邊是配到了 你看 214敏 但你這把刀要212敏 所以你這腰帶能補敏捷就補敏捷 你補的那些小抗其實沒什麼用 最好是補能力子 這是T1 我自己心目中的T1 就是你補到能力子 這邊 這邊的能力子 你有補到這個敏捷智慧阿 力量敏捷阿 其實都不錯了 那如果你沒有補到 你運氣很不好 你都找不到的話 就介紹個T2吧 T2就是希望有這個 先不要緊張 他買什麼 9C而已 好不要緊張 就希望有這個抗阿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你真的運氣很不好 那你就是找抗吧 這邊其實這個沒有用 那這個 這個也 還好 這個也沒有用 這條找不到 因為你有相同的時候 這條會找不到 這條 海 勉勉強強啦 所以你就是 這邊選 這邊選這樣 那如果 回到Excel 剛剛說你找到艾斯林為止 找到後綴 那你找到後綴之後要幹嘛 你找到後綴之後 你就把後綴鎖起來 然後你去點 發源的防禦錫 最好是有更多防禦錫 這邊更多防禦錫 你們自己記一下 要看影片喔 更多防禦錫的話 像這邊我們一樣是找詞綴 好煩喔 更多防禦錫可以找什麼 來 這邊有最大能量護盾 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 那 還有什麼 這個 增加胸甲 能量護盾 一定要 很強 很強 你也可以看一下 他全中只有400 很強 小鬼啦 先不太想理 好 繼續繼續繼續 不要理 不要理 那如果你跟我說 欸 浩爾 不然你撒到這個護甲 那其實就沒辦法 因為 你運氣就不太好 跟我一樣不太好 我這邊你看我 我這條腰帶 814護甲 怎麼來的 就是 他有一條是 有一條是 艾斯林的 31 31到35的 Maxima Mana Maxima Energy Maxima Energy Show 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 他跟護甲敵在一起 就是 艾斯林 因為我 我自己啊 我比較貪 我所後之後 我去點了 點了這個 引力詞綴 那點出來之後 又有99命 所以我很曬 我99命其實有用喔 因為我的 夏烏拉可以幫我 轉一些生命到 那樣護盾 所以 我99命是 非常非常的曬 而且這一條腰帶 其實 不便宜 其實不便宜 我有查過其實不便宜 好不好 那 你們 如果想像我這樣 貪心的話 去點 去點 引力詞綴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 你很有錢 你所後點 OK 很free 那 如果你比較 可能 沒什麼錢了怎麼辦 那就去點這個花園 點花園 是最好的 就是 你可以有機會點到兩條 能量忽度的詞綴 好 那 回到這邊 你如果一前一後是 我們剛剛講這樣 那兩前兩後呢 因為他會出兩前兩後 兩前兩後 兩前兩後一樣 就跟一前一後的做法 一模一樣 那三前兩後呢 那三前兩後呢 那三前兩後就稍微比較衰一點 因為你不能鎖後 那這時候 我建議啦 我自己會先無效 然後再去跑艾斯尼 然後再去跑艾斯尼 先無效 再跑艾斯尼 你先跑艾斯尼再無效的話 痾 你可能會把艾斯尼那條無效掉 那你就是 就是幹 你要重跑艾斯尼 我覺得 我很懶惰 你也可以這樣做啊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做 你覺得這樣更好的話 你就這樣做 那我的話我一定先無效 無效前綴 因為五分之三嘛 對吧 算數就是五分之三嘛 那如果你是先跑艾斯尼 就變二分之一啊 就很衰啊 所以 五分之三一定比較好 那你點到無效之後 欸 你就可以 這個 跟三人不一樣 點到前綴啦 你無效到前綴之後 你就去跑艾斯尼 然後一樣跑到後綴為止 那如果 如果 你無效下去 結果無效到你這條CD 那你這個腰帶就可以重做了 對 就是這麼無情 很無情 你可以重做 痾 我 我這邊也 能救 能救你嗎 因為他這個人確回復 他是沒有 沒有標籤的 所以很難救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再鎖什麼鎖著 然後去點 點什麼 法術啊 什麼的 那如果你是 無效到這一條的話 有沒有 後綴無效到這一條的話 那你可以有個方法救回來喔 就是你鎖後 然後點法術 點法術C 花圓法術C 那我就不寫上去了 因為這個你就是自己想 想一下你大概就會了 你如果無效到這一條 任何藥劑什麼的 那你就 你就去 鎖後綴 然後再點個法術 欸這條就回來了 對對對 一定會回來 一定會回來 因為前綴沒有法術 後綴沒有法術阿 所以 有啦 這邊阿 就一樣阿 就一定會回來 但是 你就變成說你不一定是 T1 你有可能T2 有可能T3 所以你就會 稍微虧一下 那我這邊就會覺得你不如重年吧 這樣 那這個 如果 再來阿 如果你只有出3後 那你就先看後綴好不好 你後綴好的話 那你就直接鎖吧 你就直接鎖了 後綴好是什麼意思 後綴好就是代表說 你有什麼高抗性 哇 四十幾抗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追求敏捷阿 那你如果是敏捷 那就很好 那如果你是力量 就勉勉強強 因為你的盾牌也需要85力 所以力量就勉勉強強 對對對 那最好都有 就是 可能T2 T3 那邊 那附近以上 就是T1 T2 T3 如果是T4一下 我就會直接選擇 不要了這樣 那如果你的後綴不好 我這邊講 你可以無效 或是 你就妥了吧 幹 你已經沒險了 你就覺得算了 後綴就一條廢座也沒差 那你就是所後 然後再造前面這個方法 就是 防禦CE 或是直接丟引力 也可以 你丟完引力之後 你再看罪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 丟引力太拼了 那就去 解鎖這個花園 那 我跟你們講 前綴的引力要什麼 前綴的引力一定要是這個 能量護盾的 下面吧 下面會有能量護盾的 最大能量護盾 35其實就蠻多的 就還不錯了 所以就 祝你們可以拿到這個 能量護盾 那這一條你們 看到這條對不對 這條其實是 拿不到的 因為他是李歐 所以你不好拿 你根本 基本上拿不到 他只有李歐會存 對啊 好 那我們再繼續講下一個 一前三後的話 一前三後的話 一樣就跟前面一樣 你看後綴好不好 那 如果 好的話 那你就是一樣 鎖 把後綴鎖起來 然後花園是隱匿 或是隱匿 歐爾 這邊有歐爾 那如果後綴不好 那這邊有多了一個 你也多了一個選項 你可以減後加錢 因為我這邊 不能減後加錢人的原因是因為 沒有差 就是你減後加錢跟無效審是 一模一樣的機率 所以沒有差 所以你還是要把前綴灑掉 那你這邊可以減後加錢是為什麼 因為你前綴多了一條 那你的機率就變成三分之一 而不是四分之一嘛 OK吧 我是這樣想啦 對 那如果 這邊也就跟剛剛上個不一樣啦 你無效時 然後減後加錢 或是妥協 然後再去鎖後 防禦系這樣 OK吧 好 那再下一步喔 兩前三後就代表你已經有點衰了 其實已經有點衰了 那 那看後綴好不好 一樣 後綴好 那這邊也可以鎖 就是可以鎖後綴 那如果後綴不好 你這邊也不能減後加錢 你減後加錢的話 你的錢就滿了 所以你只能 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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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拼 一直拼到後綴不見為止 或是你就妥協了吧 那你就鎖後綴 你就鎖後綴 然後去骰個防禦這樣 OK 那三前三後 你運氣是差到不行 滿綴 差到不行 那一樣你先看後綴好不好 後綴好的話 那你就先無效吧 先無效再一條前綴吧 對吧 因為你前綴可能不好 我不知道你前綴長什麼樣子 你前綴如果 呃 非常非常的猛 你是什麼 防禦兩條實綴 然後一條生命實綴 哇 OK 那你就 你這條就是直接連出來就可以用 對 那如果你的 後綴不好 呃 那 就先無效再說吧 因為我這邊也不能 因為這邊 這邊的狀況會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真的無效到 呃 如果你真的很不好的話 你三前三後 然後每個綴都很爛 那你私訊我 我直接幫你 處理 好不好 處理壞了就賠一條給你 就這樣 好 那我們這邊就 開連吧 開連吧 那連那個 連個150一插出來 一樣喔 先破壞這一條再連過來 那你 你在連的時候你還是要檢台 你最好是檢台一下你的 罪 呃 是一條的 這條就是一條聖戰士 這條腰帶 就是 單一持罪 單一聖戰士持罪 那這邊就是單一 Shepherd持罪 那我們就直接 點 點 好 已經黏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黏出來大概是什麼樣子 增加 魔力回復 他有一條後綴 有點爛 有沒有看到他有一條後綴 增加 喔沒有那是前綴 抱歉抱歉那是前綴 那增加 哇他這個能量控制是T5的 不過他這個後綴 冰抗35 我覺得可以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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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看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但是我覺得 還不錯 這樣就還不錯了 那我這邊只要什麼 我這邊就是 把後綴鎖起來 然後去點一個防禦 就是拼 拼防禦 拼防禦 因為我這邊回魔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啊 對啊 我這邊前綴的回魔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去鎖後綴 然後去點更多防禦 其實這條腰帶就快要做完了 因為我是自己妥協了這個 冰抗35這個 我覺得 其實還可以 就沒有講可以 因為快要到40這樣 那右邊這條腰帶是我自己也是前面連的 他是21的冰抗 他就很爛 他超爛的 那這條我要怎麼做 我可能會 就剛剛講的吧 一錢 然後三後 我這邊就可以 減後加錢 所以我減後加錢 先拼一個 再說 這條就是減後加錢拼一個 英文版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懂 我會貼中文的給你們 但可能也就 就一些 一些些而已 就是這一條跟這一條的 貼給你們看一下而已 那這一條其實 看有沒有再貼 因為我前幾天被小夥伴說 欸 這個國際服的 不能用中文化 但是我很怕你們中文 就可能看不懂 可能是我太小看你們了 對對對 說不定你們都是大佬 對啊 好沒關係 那我們這一條先做做看吧 我們去鎖後 然後骰個更多防禦 那我們去看一下這個 花園有沒有更多防禦 這邊有 Rail Item 然後 Grodinger 這邊有更多防禦 那我們等等可以骰骰看 那先鎖後吧 他說我一差不夠 這就是有 有時候會有bug 就是你的這個箱子一定要開過之後 然後你才能去 點這個 工藝台 點一下 呃 這個是前綴嘛 那這邊是一個後綴無法改變 確定一下是後綴無法改變 好 那就點了吧 好 後綴無法改變 那我們去點那個 更多防禦 試試看 更多防禦在這裡 好 點 嗯 嗯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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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夠用嗎 你們覺得 T3夠不夠 還是我們再鎖一次 還是我們再鎖一次 還是好拼喔 這邊 如果現在這樣的話已經很好了 這樣的話就是代表說 你只要去跑艾斯林 跑艾斯林就不會輸這個 那樣不對 可以跑個艾斯林看看 然後 前綴在自己工藝台上 看一下現在工藝台能上 現在可以上一些 Energy Energy 生命 生命其實還好 有Energy的啦 就是你可以上個 最大人家護盾 其實就已經還不錯了 這個 7到8%增加藥水的效果 也還好 這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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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1x 這個也可以 那想一下喔 這套藥帶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你在鎖在骰的話 可以骰到T1嗎 好不然我們再骰一次好不好 不要這麼娘 再骰一次 阿算了 娘一點 不骰了 對對對 就這樣吧 那這套藥帶再跑個艾斯林 然後直接前綴再 再去上工一台 其實就完美了 你這套藥帶就做完了 然後他又有一個 比較高的抗性 那其實老實說 這套藥帶沒有做到完美啦 因為就是沒有像我這一條 就是 有35利跟35名 對 這個是 我們必須追求的 就是要這個 那這條腰帶 如果 你們有人想要的話 因為他看起來 我覺得應該也蠻貴的 就是不便宜 如果你們真的有想要 這個腰帶的話 那 呃 只要這個影片有10個讚 我就送 然後我看留言 留的 10個讚 我就送喔 然後我下面如果留言 留的很 很感人肺腑啊 或是我覺得 欸這個留言超棒的 那我就會直接 送給那個人 你只要留下你的 國際服ID 我會馬上加你好友 我會馬上加你好友 加完之後 我就會送 那我們明天 今天是6月25 好我們6月27 我們6月27 這條腰帶就直接丟 啊算了我們都一樣 6月29 6月29 好不好 就6月29 就一樣那天一起送 因為6月29那天會抽 可能會抽這個三項珠寶 就還不錯的三項珠寶 對 然後還有這個 冰刀你們 你們應該也不要了吧 對 也沒有人私訊我說要冰刀 我們就 這三個東西弄一弄 送出去 好不好 這三個都很貴 OK喔 那 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好 拜託拜託 一定要幫我按讚一下 好 那 我是哈爾 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掰掰